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讲这个天台两个字 所以是阴天三台 上台叫虚记星 中台叫六存星 下台叫取生星 这是天上的这个三台星 在这个沉随之间呢 字役大使 席颖 在浙江天台山 佛龙 佛龙是个山的名字 所以后来篇那种传法都叫做佛龙真传 那么他 《尊者之下》是第十三代 但是他并没有到中国来 那么天台中的吏教 上于法花宗 说有的时候叫做法花宗 天台中是专门讲法花经 那么法花宗 那么法花成庙 就是庙法莲花经 这个庙字怎么讲呢 我想用三个字 我想用三个字 私 废 开 所以是 本一开三 本来是一个理 来开出三种 那么在记上来 本来三显一 说全是一字 本记同源的道理 《法花经》的妙子 所以是为令众生开释物入佛之之鉴 这是他的中心思想 他使令众生开佛之鉴 似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这为之鉴两个字 前几个讲词跟各位讲过了 佛之鉴 佛之鉴 不是菩萨的之鉴 不是罗汉的之鉴 更不是凡夫的之鉴 开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就是开 四 悟 入 四个阶层 那么他强调 阴间佛教 所以讲 知生四叶 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说 知住你生活的四叶 都与佛法的实相不相违背 无论你作为 无论你做什么 但是你要抓住他的中心思想 所以是行刑计计计的道理 《庙法莲花经》 《庙法莲花经》 乃是诸佛不传真妙 所以在经文里讲 《庙法》 《庙法莲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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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佛陀佛最后讲的 在《庙法莲花经》以后 《庙法莲花经》 花眼 《瘟寒方》等般若 说法49年 谈经300余会 大家就把戒律忘记了 就是不太注重戒律 所以佛陀临灭度的时候 把这个灭盘里面的戒律 又重新说一遍 说服律 把戒律也扶起来 戒律是千差万别了 但是在戒律里边 谈常住不灭的道理 说服律谈常 戒律也扶起来 那么再谈常住 所以是追说四教 追说四教 就是把佛陀临涅槃以前 把以前所说的战通别缘 这个四教再说一遍 也就说明他临涅槃的时候 他再重新入四禅八地 从四禅八定再试验一次 说追说四教 福律谈常 他又叫做 郡师未入使者之机 什么叫郡师 比如法话 叫做大收 我们一个稻子 田地里边 第一遍 把它割稻子 割下来可能还有余胜之机 所以叫做 那么到涅槃会上 再来把这个没有度的众生 再度一遍 因为在法话会上 有五千退席 说三遍土田 三遍土田 就说明我们应该用三番 把你这个心地把它翻一翻 心地 那么第一番呢 就是破见识烦恼 第二番呢 破沉沙烦恼 第三番呢 破无名烦恼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 三遍土田 如果根据一般的 一般解释这三遍土田 就讲不通了 所以说 田地就是心地 把这个心地 把它翻成三番 我想你不成佛 也没有办法 一定会成的 那么当时有五千退席 所以说三请三子 舍利弗请佛陀 讲大法 佛陀说是我法 妙难思 棒法不信故 多于三恶道 说我这个法 很难以懂 如果听过之后 我再毁棒 就多三恶道 那就不如不说 请三次 子三次 三请三子 当时有五千弟子 所以你不讲就算了 我们就走了 就退了 就说明他们 没有听到法画经 没有听到 胎拳显示的道理 所以到这个涅槃会上 再重新要度 佛陀不能说 在临涅槃以前 还留下没有度的重 就是他因缘成熟 一定要把它度掉 所以叫追敏示教 荣晦的显示 以这个大品般若经 为观法 大品般若经的观法 就是讲三子三观 三子 就是体真子 方便随缘子 席二便分别子 三观 就是空观 假观 中观 我想讲这些个道理 可能出听的 很难以入门 不过听多了 这个是一种 很平常的名相 所以在 天带中讲 这个三子三观 是根据大品般若经里面来的 那么在其次 三身 佛有三身 法身 报身 硬身 我想法身 跟各位讲过了 没有形象 以 继续空 变法界 都是他的本体 报身 是辅惠二言 辅惠庄言 也没有以相见 以生求的 那么仅仅是 硬化身 硬身跟化身 又不一样 化身是献六道像 硬身是献佛像 说三十二相 八十宗好 这是硬身 化身 他不知道献一个什么像 给你看 或者献六道 天因 我修罗 地域 鬼出生 他都可以献 那么你要不认识的话 当面就错过了 就是他的化身 灭盘之后 化身是有生灭的 报身 有生 没有灭 化身 是没有生 也没有灭 这一点 大家要记住 化身是不生灭的 报身 你开始修福修慧 有开始 有始有终 有生 没有灭 硬化身 那就有生有灭 你们释迦摩尼佛 说法四十九年 谭经三百余会 有生有死 那么 那么 化身 淫灭之后 一千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佛教 传到中国来 那么 龙树大师 他所著的这个 宗观论 也传过来了 宗观论里边呢 有几句话 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以名为假名 以名忠道义 这是宗观论里边的 这个四句记 那么 那么当时 北齐 惠文大师 来读这个四句话 他就了解 因缘所生法 因缘生法 批文而入 读过之后就懂了 开悟了 因缘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以名为假名 以名忠道义 我想这个道理 很平常而且很深 无论什么法 都是因缘所生的 光有缘 没有缘 不幸 光有缘 没有缘 不幸 因缘和合 虚妄有生 因缘别离 虚妄明灭 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因缘所生的 说 单因不利 独缘难成 光有缘 你五 你发心 说我要发心 打个残棋 但是 寺庙上 没有准备 这个缘不俊 你们说 你想 设备要打残棋 没有人来参加 光有缘 没有缘 也不行 光有缘 没有缘 也不行 说 因缘和合 虚妄有生 因缘别离 虚妄明灭 四过境迁 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 人生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道理 惠文大师 念一遍 说 疲文而悟 念一遍就开悟了 说是 悟到什么呢 悟到空甲中的一句话 那么他传下来 传到南药 南药 惠斯大师 惠斯大师 也是 根据这个四句话 说九寻乃正 读了九十天 他也正到这个境界了 南药大师再传 传到天台 自一大师 自一大师 读了两个七天 读了两个七天 正到法花三妹 二期 那么他正到法花三妹的 因缘呢 读法花经 法花经啊 要往本事品 说四真经浸 四明真法 供养如来 就烧身烧被 这个 言香了 供佛 你们知道吗 受戒的时候啊 在头上言香 平常发心的时候啊 在身上 胸前 烧个万字香 或者是 在宝贝上嘛 烧一些 言香 供佛 这个是 说四真经浸 四明真法 供养如来 所以他根据 这句话 入定 说 亲见零三一会 是奄奄未散 马上他可以看到 零九三 释迦牟尼佛 应就在那里 说法花经 这个不容易见 你比如说 我们前些日子 到过零九三 大家都去过的 有很多的去过 就是在那里 说法花经 奄奄未散 也没有看到佛 也没有听到说 说法花经 你姻缘不成熟嘛 说是 那么他把这个境界 就问这个 他的师父 南药大士 他是 非辱莫证 非我莫识 那么你所入的定点 是法花三昧前方便 说你这个境界 旁人不是你 还挣不到 如果要不是 我也不应识 你这个境界 就是法花三昧的前方便 也就说明是 玄陀罗尼 玄陀罗尼 什么叫玄陀罗尼呢 陀罗尼 翻成智慧 玄就是转了 就是把这个 凡夫的境界一转 就变成圣人 圣人在一转 就变成凡夫 但是我们转不过来 我们生死在一转 就是涅槃 涅槃在一转 就是生死 其实生死涅槃呢 是一个东西 两个名词 这一点大家也搞清楚 生死跟涅槃呢 是一个 就如同冰跟水 你说这个冰块 跟这个水 是一个是两个 水 遇见寒冷的因缘 结成冰了 叫做冰 就不叫做水了 那么这个冰块 遇见温暖的因缘 这个冰块一化 就变成水了 就不叫做冰了 冰水 水疏 它的本体是一个 就是生死涅槃 也是这个道理 你要想了生死 入涅槃呢 得有因缘 所以佛总从缘起 你要是成佛了 要有因缘 所以是要有善知识 指导 要有很好的因缘 能够转翻成圣 就说 玄陀罗尼 就叫 说是 定 是三子 惠 叫做三观 所以根据 城市论里面讲 说是 戒 防 定 福 惠拔 用这个戒律 来防犯 犯错 然后用这个 禅定的功夫 把这个烦恼 把他绑住 然后啊 再用这个 智慧 把他撒掉 说戒防 说戒定慧 用戒律 防犯 贪生死 然后用禅定 把这个贪生死 给他绑住 禅服住 然后再用智慧 把他撒掉 就是我们用功啊 三个层次 托罗尼啊 是在法花经里边 是劝发品 法花经有一品文 叫劝发品 他说的有三种托罗尼 三种托罗尼呢 我刚才讲的就是 智慧的总成了 总名字 托罗尼就是智慧 总名字叫智慧 那么然后啊 来配合 三地来解释 刚才讲这个 旋托罗尼 旋转 用智慧 把这个生死 这一转 就成涅槃了 但是这一转 要用智慧 要加油啊 没有油的话 转不过来呀 就是旋转 凡复心 执着 这有向 而达于空里 智慧 这叫空定 这是 玄托罗尼 第二种是 百千万亿 玄托罗尼 那么百千万亿 就是玄空而出甲 正到空里之后啊 再一转 再一转 就度众生 出甲 度众生 那么是 旋转 空而出甲 通达百千万亿的法门 所以叫做徐帝 玄托罗尼嘛 是空帝 不过这个里面讲啊 这个三帝啊 是真帝 徐帝 宗帝 三官呢 这是空官 甲官 宗官 这个名词 不要用错了 有的时候啊 这个空帝 或者是徐帝 也可以讲 但是法后经的讲 三子三官呢 不是用这个名词 第三种是 法因方便 托罗尼 那么 这一转 转 凡成圣 再一转 转圣 成凡 度众生了 你要度众生 你不能用圣言的身份 去度众生了 你必须用凡夫 说四通言法 我跟你一样 也吃饭 也睡觉 是用这个凡夫的身份 去度众生才可以 你不是 我有神通 我又是 又是怎么样 怎么样 又见鬼了 那个你度众生度不了 他害怕 怕你 你事实也不可能 所以这 字要是用这个 四通言法 跟你一样 所以是度 度众生 算 然后 法音 方便 那就是 很多的 这个方法 度众生 要用很多的方法 然后 进入中道 进入中道 所以是得于 这个自在 的方便 在天台中 讲 性聚 本性 聚足 聚足 万法 本性 是不动的 前两次 跟各位 我有讲过 性 是不动的 心 是随缘的 性 里边 包罗万象 人性 佛性 天性 动物性 神鬼性 无论什么性 起码有 十法界的性 在那里包裹 我们一个性里面 具足凡圣 说凡圣 同归 有凡父 有六凡的性 有四圣的性 但是 无论你是六凡也好 四圣也好 性是不变的 那么 心随境转 这个心 随境界所转 就随缘了 有时候 做凡福 有时候 做圣人 有时候 下地狱 有时候 生 偏堂 那么这一点 在大乘佛经里面 有天龙八部 在小乘佛经里面 不讲天龙八部 这一点 大家要搞清楚 天龙八部 就是讲鬼神 连玉皇大帝 也是神 那么有时候 神 仙 鬼 有这些个名词 也就是说明 天龙八部 都来听经文法 它是可以 似献淫神 献淫的形象 来听经文法 也就说明 我们心里边 聚足了 天龙八部的 这个形象 贪嗔刺 你比如修罗 是称心 地狱恶鬼 贪心 鱼痴心 就是你心里边的贪嗔痴 另外一个名字 就天龙八部 那么有贪嗔痴的内涵 可以现出种种的形象 所以是在这个本性巨竹 这叫做体巨 或者叫做礼巨 就是本觉之礼 巨竹菩萨界 或者是巨竹九界 哪法 善法 都巨竹 这是在篇体中 讲这个 性巨法 那么天天宗又讲六记 六种 六耳长记 记耳长六 六记 所以讲 有几句话 我可以稍稍解释一下 就是 蒲印大师 他说的有这个六记颂 我稍稍说明一下 他说 动静 礼全似 行长似近飞 明明随无趣 遥遥不知归 无论讲动 讲静 动静在礼上都对 在礼上都说的过去 动静 礼全似 行长似近飞 那么做起事情来 就不一样了 由约四来讲千差万别 约礼来讲 隆总干宽 就是 动静 礼全似 行长似近飞 渺渺随无趣 遥遥不知归 就是 明明之中 被外边的境界 把你牵着鼻子走了 把你牵走了 贪嗔痴 把你跟着他走了 叫他拿绳子 把你绑走了 你不知道回来 遥遥不知归 这个是礼迹 所以你是什么佛 你是礼性上的佛 这叫礼迹佛 有六种佛 这是法后经的讲 有六种佛 就是讲 说你也是佛 你是什么佛 你是礼迹佛 说动静在礼相是佛 但是做起事情就不是佛了 方听无声曲 始闻不死歌 今知当体似 反恨自措脱 这是名字 方听无声曲 刚刚听到 无声的道理 无声的道理 或者经里面讲的 或者是法师说的 方听无声曲 那么也刚刚听到 不声不灭的歌唱 是方听无声曲 始闻不死歌 今知当体似 现在我才知道 当体就是 何必去修啊 今知当体似 反恨自措脱 过去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就等于我们说吃馒头 吃到第三个馒头 我早知道第三个馒头 一吃就饱 前面那两个馒头 我何必去吃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前面没有两个馒头啊 你第三个馒头也保不了 说在这个名字上 说方听无声曲 无声之讨 无声之讨 十文不死歌 刚刚听到不死的歌唱 现在我才知道 当体就是 你放下就是 看着你放得下吧 放得下拿得起来 什么 银死间的事情 明文立扬啊 大丈夫放得下 拿得起来 反恨自措脱 这是名字 念念念照常礼 心心喜患尘 便观诸法性 无家亦无真 这是观恨 观恨的福 念之在之地 念念念照常礼 念之在之地 照到真常之礼 常礼 念念照常礼 心心喜患尘 喜心动念呢 把这个幻化的成构 把它洗掉 说心心喜患尘 骗观诸法性 我普遍地观察 诸法的性啊 无假也无真 也不假也不真 这是观恨 无假 说假也不对 说真也不对 就是真假相对的嘛 你说好人也不对 说他坏人也不对 好坏也是相相对的 说是便观诸法性 无假也无真 这是观恨 观恨之后相似 你修观了嘛 有点样子嘛 像样了 说四柱随先妥 六尘未尽空 眼中有有一空里见花红 四柱烦恼 虽然是妥了 四柱就是欲爱驻地 见爱驻地 就是三界里面的见识烦恼吧 就是四柱一共有五柱烦恼嘛 三界以外有无明驻地 那么三界以内面一共有三种 欲爱驻地 见爱驻地 那么这样子呢 四柱虽然是妥了 就是见识烦恼虽然断了 见识烦恼断了就出三界了 就不住在三界里面的 说四柱虽然是先妥掉了 六尘未尽空 但是啊 还有尘垢 还有无明 六尘尘垢 六尘呢 还没有空 眼中有有一 我们这个眼睛里面 这个法眼呢 还有点呲么乎 我们土话就呲么乎啊 这个眼睛还有点毛病 眼中有有意 空里见花红 在这个真空的里面呢 还看见了狂花乱坠 你比如我们眼睛有毛病的时候 看着空中有花 所以是这个是相似 没有正道 赫尔心开悟 战眼一切通 穷缘游未尽 上见月蒙龙 这是奋政 奋政佛 赫尔心开悟 突然间 赫尔心开悟了 战眼一切通 心里一开悟嘛 就通了嘛 战眼一切通 穷缘游未尽 这个诸法的根源呢 还没有穷尽 穷缘游未尽 上见月蒙龙 上妾看到月亮 还不是那么圆 蒙龙月 这是奋政 还不太究竟 就是奋政佛 从来真是旺 今日旺皆真 但夫本师性 更无一法心 从来呀 我们把一切真法 就当作旺法了 从来真是旺 今日旺皆真 现在这个一切旺 旺法呀 就是真法 这个真旺 见音见字啊 生死裂牌 也是见音见字 好人 坏人也是见音见字 说从来真是旺 今日旺皆真 今日旺皆真 但夫本师性 更无一法心 你要恢复了你本来的面目 也就是成功了 并没有得到什么 说你真正说是修学佛法呀 恢复你本来面目而已 并没有说得的什么 说我得的什么 那你就是见怪了 那真是见鬼了 真正成佛之后 没有什么得到 我们做凡夫也没有丢掉什么 你说我们丢掉什么 也没有丢掉什么 就是反过来 这是一反了我们就反不过来 转不过来 所以这是六纪诵 就在这个天内宗强调 理济佛 明字佛 观恨佛 相似佛 奋政佛 究竟佛 说你就是佛 你就是佛 问你你是哪一个 你是六种佛之内的是哪一种佛了 是理性的佛 小猫小狗都有佛性 它都叫做理济佛 明字佛听经文教 稍稍值得值得一点道理 在明字上 它通了 那么观恨佛 那么他自己知道用功了 用功也得相似了 叫做相似佛 相似有点稍稍正道了 叫奋政佛 然后到了究竟 天台教官把佛分成六个层次 所以讲一念三千 就是在一念之宗 具足三千性向百戒迁入 一念之宗有三千 就是所谓是一念之宗有十法戒 在一念里边可以做四圣 可以做六凡 就是一念之宗有十法戒 那么每一法戒里边又具足十法戒 就成一百戒 我们现在是做淫道 淫戒 淫戒里边你可以成佛 可以下地狱 可以生天 一念里边有十戒 具足十戒 那么每一戒里边又具足十戒 变做一百戒 就是百戒 那么每一戒里边呢 有诗如四 就是在这个法画经的 方便品讲的诗如四 相性瓶沥座 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 每一戒里边有它的形象不同 淫有淫相 鬼有鬼相 狗有狗相 猫有猫相 相不一样 性也不一样 兽性 淫性 佛性 天性 相性 皮身体不一样 它的利用不一样 工作不一样 它的音不同 国不同 因缘果报不一样 本末是究竟平等 注意它最后一句话 这诗如四 相性 瓶沥座 因缘果报 从实至终啊 都是一样 究竟平等 相 以具外 性以具内 那么 相性 皮力 作 因缘 果报 本末 究竟平等 这是在这个法画经里边呢 讲这个一念三千 所以是百戒 前儒的道理 那么 自一大使 虽然是没有亲近到龙树菩萨 但是他 在这个 慧文大使 南药大使 那么 传下来 所以是 根据 出地的这个 这个 这个龙树大使 是出地菩萨 是出地菩萨 所以有出地 有这个 出地 出地就破无名了 出地的菩萨 那么 以这个 天台宗 以这个龙树为出主 以龙树为出主 慧文为二主 慧思为三主 那么自一大使为四主 就是这样 如果要是 这个主成教官 那以自一大使为出主 如果他的传承 那就应该以这个龙树 龙树为出主 以这个出地的龙树大使为出主 那么南药大使 南药大使 他是实信位 他正的实信位 实信位 所以我们研究 研究讲经说法的 要先学叛教 要不会叛教 胡说八道 凡夫讲上圣言了 圣言讲上凡夫了 所以这个叛教很重要 实信位是六根清净位 就是五品观恨位之后 五品观恨位之后 我叫六根清净 六根清净 我跟各位讲过 六用之根就是心 心清净 眼也清净 眼清净 耳鼻深 都会清净 就一净一切净 并不是我眼清净 耳头不清净 不可能 眼根 眼根 耳根 就是心 六用之根 就是实信位 自一大使 自者大使 他是五品弟子位 五品弟子位 那么 我们先要了解 他这个位置 我再把这个祭诵 讲一讲 跟大家听 尤其我们 学禅观的也好 学其他的教们也好 这个位置要搞不清楚 会乱 会乱掉 会是以凡 烂圣 你本来是凡夫 然后动不动 我又是 又是罗汉了 又是出国罗汉 二国罗汉 三国罗汉 那把自己位置提高 也提得太高了 所以讲这个 七贤 其位 账 出击 通教位 中 一二 其 别信 并愿 五品位 见识 出福 再凡居 这是 讲这个 七贤 位 是五厅心 总编项链 这个七贤 七位 是账 教的 第一步 说七贤 其位 账 出击 那么 账教的 七贤 其位 跟这个 通教的 一帝 二帝 相齐 跟这个 别教的 实信 跟这个 原教的 五品 位 相齐 他所断的 烦恼的 见识 出福 再 犯局 没有断 福烦恼 把这个 见识 烦恼 扶住了 那么 还是 凡夫 注意 把这个 见识 烦恼 扶住了 还是 反腐 还不是 圣言 扶 烦恼 不是 断 烦恼 扶 就是 如丝 压 草 拿一块 石头 把这个草 压住了 草 起不来 石头 拿掉 这个草 还会生 这叫 扶 烦恼 烦恼 压住 叫 扶 烦恼 把这个 见识 烦恼 扶住了 还 应 就是 反腐 灵 就是反腐 那么 坏教话说 藏教的 其贤位 那么 通教的 一二弟 别教的 石信 原教的 武品 这都是 福烦恼 果位 徐托 遇 圣流 与通 三四 地其仇 并连 别柱 原出 信 八十八 史 正方兄 这是 圣位了 到了 藏教的 徐托 还果 出国 罗汉 果位 徐托 就变作 圣淫了 出国 罗汉 不容易 出国 罗汉 要断 我旨 要不知 我 不知 我 正在 出国 罗汉 你要有 我就没办法 说出国 罗汉 种田 他不会 杀生 这个虫子 自然而言 离开他四寸 你想找他 也找不到 叫出国 罗汉 说果位 徐托 遇 圣流 跟通 教的 三地 四地 是一样的 那么 别教的 这个 术 原教的 信位 这都是 都是一样 说八十八十 正方修 就是八十八十 就是 贱烦恼 还不是 私烦恼 贱烦恼 八十八十 贱烦恼 在支箭上 所起的烦恼 原别信诸 二至其 账通 己果 皆通 机 同出四助 正偏真 内外 尘撒 奋断 福 别教 的十姓位 原教的 二助到七助 那么跟 藏教 通教的 藏教的 四口罗汉 通教的 四口罗汉 都是一样 都是 除四助 烦恼 正到偏真 四助烦恼 贱爱 贱 欲爱 主 孙爱 主 无 色 爱 主 就是四助 烦恼 把这个 三界里边的 贱私烦恼 断了 同出四助 正到偏真之理 还没有正到 存真 内外 尘撒 奋断 福 界内的 尘撒 三界以外的 尘撒 烦恼 如臣 要撒的 烦恼 都可以 扶住了 拔至 十信 二或空 贾称 徐贝 李方通 那么 拔 信 到 十信 这两个 见私 烦恼 空了 那么 贾官 成了 徐贝 李方通 齐前 别住 后三位 那么 跟前边 那个 别叫 这个 七住 八住 九住 十住 前别住 后三位 并连横向 位相同 跟这个 十横 十相 的位子 一样 别地全起 原住平 无名 分断 正真 阴 等面 二角 出二横 见温 三横 不知名 那么 别叫的 十地位 跟原叫 的十住位 是一样 都是断 无名 的 无名 分断 正真 音 等 诀 跟 妙诀 跟这个 出横 二横 仅仅是一样 不过 到了这个 原教的 三横 那么 仗通 别 教 就没有 位次了 所以 我们真正 讲经 说法 一定 把这个 位子 要搞清楚 把位子 拦错了 一笑大方 要内行 立平 那他就 说明 你这是 外行 说这个 教判 教与 官 很重要 那么 自一大师 他住在 五品位 五品位 是浮烦恼 没有断 没有断烦恼 他 以三观 来解释经 说九寻谈庙 光说一个 庙法莲花经 这个庙字 讲了九十天 庙法莲花经 九寻谈庙 那么 里边呢 他建立有 法画悬议 法画文句 以这个 关心的 墨和子观 这三大部 这个三大部 就是 法画悬议 就是 解释 法画经 题的 一共有二十本 很厚一落 就光解释 妙法莲花经 就是这么几个字 叫 法画悬议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专业是准备 要办这个 天台专中的 这个研究班呢 就是 要讲 法画悬议 光讲 妙法莲花经 这个 这个几个字 说 法画悬议 来解释题目 只谈话语 它仅仅呢 谈 度化众生的 意思 法画文句 来解释经典 解释法画经的文章 法画经的文字 但是讲法画经不容易 讲法画经了 不是学天台中的 没办法讲 那么要用四译诗经 用四种道理 每一句话 都要用四种道理 因缘 要教本纪 关心 要用因缘 来解释 要要 约教叛 来解释 约本纪 来解释 约关心 来解释 说讲法画经 不容易 那就 每一句都要用四种道理 来 来说明 说 文 法画文句 解释经典的 仅仅是消文 至于墨和子官 方才 谈修行的方法 所以是 教在宣文 行在子官 使令 行解相继 成我自心 所以就三大部 缺一不可 这是自一大使说的 那么自一大使 另外说了五小部 就是观经术 就是观无量寿经术 术就是解释 无量寿经 另外有这个 金光明经宣义 金光明经术 宣义就是五聪宣义 就是解释金光明 这个三个字 就是解释经体的 就是这个宣义 五聪宣义 明 体 宗 用 教 无论哪一部经 都有它的名字 都有它的 中心思想 都有它的宗旨 都有它的作用 都要叛教 这是明 体 宗 用 教 这是五聪宣义 就比如我们一个人一样 都有一个名字了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都有一个宗旨 你是干什么的呀 明 体 宗旨 你的作用 那么你是属于哪一行 这是讲这个 这个五小部里边的 金光明经宣义 金光明经术 术就是解释金光明经 还有观音宣义 还有观音宣跟观音树 观音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普门品 普门品的这个 五聪宣义 跟普门品的解释 是我这次在台中 就是讲这个观音宣 跟观音树 那么三大部跟五小部 都是自以大肆说的 是观点尊者祭的 那么三大部是唐朝九主京西 为座数祭的 五小部是宋朝十七代主寺 四名尊者为座的这个数祭 这个是在这个 自以大师所说的 那么另外 制度论里边 他说的文次托罗尼 那么文次托罗尼 另外一个托罗尼 一共有三个托罗尼 根据制度论里面 这个三个托罗尼 根据前面讲这个 法券法品里面 这个三个托罗尼 不一样 制度论里面 三个托罗尼 一个文次托罗尼 文道 然后次 文次托罗尼 就是得到这种托罗尼 在一切所闻之法上 一次不忘 听到不会忘记 叫文次托罗尼 第二个叫分别托罗尼 就是得到这种托罗尼 分别一切诸法 而不错误 第三是入音声托罗尼 就是得到这种托罗尼 在一切众生之毁欲言语 不动其心 赞叹你 毁谤你 你心不动 所以讲这个 我刚才讲的诗废开 这个法国经的就是为实实权 开权显实 废权立实 这个诗废开 这几个字 我们稍稍说明一下 为实而实权 为了真实 来施舍权巧方便 说先以预构签 后令入佛字 先用这个 你所希望的 把你签进来 然后再叫你进入佛门 说是为实而实权 也就比如是为莲固花 为了得莲藤 所以开花 莲花 那么在他这个文字里面讲的 随事种种道 其实为佛称 在法华经方面评的讲 虽然是讲了种种的法门 其实最后我叫你称佛 最后的目的 希望大家都称佛 没有说叫你做菩萨 做罗汉 这个都不究竟的 罗汉菩萨都不究竟 说随事种种道 其实为佛称 那么开全显实 这个全桥的法门 把它打开了 真实的道理就显出来了 就比如花开了 所以这开方便门 是真实像 把这个方便门打开了 那么里面的中心思想 就显出来了 第三种是废权 就是花落 历史就是连城 那么在他的文字里面讲 说政治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那么到最后 把这个方便都舍掉了 到法华 说法华为精宗之王了 那么把这个方便都不谈了 最初是讲方便 把你用方便的方法 把你引入 引到法门里来 那么到最后 这个方便不能用 所以是正直舍方便 佛法就是正直的 所以是平等观 正直观 把这个方便舍了 说无上道 这个时候仅仅说的无上的法门了 这叫撕 废 开 如果把这个三个字了解了 这一部法华经 也就懂了 其实法华经 其中二十八品 里面的方便品 最重要 所以日本的法华中 它就面法华经的方便品 那么宋朝了言法师 他讲啊 说静为妙甲 官为空 静观双王 济世宗 王兆何成有先后 一心永绝了无恒 它所谓的境界是假的 静为妙甲 这观是空的 修观是观 修空观 静皆是假的 说静为妙甲 官为空 静观双王 即是宗 那么静也不可得 观也不可得 这个就是宗道 有静有观 还不是宗道 静观双王 即是宗道 王兆何成有先后 你王也好 兆也好 是同时的 没有先后 一心永绝了无恒 你要是在一心绝了 不留恒迹 另外我们谈一谈 一切唯心造 见鬼 所以是心中唤现的鬼神 所以在这个子观里讲 当然我们还没有谈到 谈到这个 讲这鬼神的这一段 就是说明你晚上睡觉 在这个十二时辰里边 看是什么时辰来 你就喊他的名字 或者指 子丑阴某 臣四五位 看哪一个时辰来 子鼠 你是个老鼠精 或者你是个牛精 或者你是马精 那么你把他名字一喊 这些个鬼就跑掉了 因为这些鬼是你心里边 心里边幻现出来的鬼神 那么毛病 因为什么有这种幻现 毛病就在你求明文立养 因为你 无论你做什么讲经也好 是用功也好 求明文立养 自然会有鬼神 扶在你的身上 鬼容易请啊 不好送的 所以我们请鬼来帮你忙 可以 两小无猜 你的心量也小 鬼的心量也小 两个人很容易合得来 但是他一来了之后 你再送走了 他绝对不走了 那把你搞得家破阴亡啊 所以是千万不要跟鬼打交道 这个鬼禅鬼病啊 是要不得的 都是你 因为 有鬼神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有明文立养 老实讲 我们学佛的 修禅观的 讲经的 绝对不能搞明立 那搞明立 就何必学佛呢 学佛绝对要 抛弃明立 明文立养师 那么所以讲 他这个佛经理讲 这个明立 作禅呢 很容易生鬼病 为明立而作禅 容易生鬼病 我们要啊 跳出去 心灵的框框 我们心灵给框住了 要把这框框打破 说跳出去 跳出心灵的框框 要种熟土三种 种善根 成熟 解土 说种在九远呢 成熟到现在 未来解土 经过三四种善根 老实讲 拜佛也好啊 餐餐也好啊 不是这一生的 这一生你不会来点 你尽管是 什么这个放假 情愿在家里玩一玩 那情愿去吃火鸡 这个美国人怪了 这个火鸡 帮他的忙 现在大吃火鸡 就是帮 不能帮他忙 帮他忙 他吃你 所以是 要种善根 那么成熟了之后 才解土 我们讲佛教 佛教是讲因果的 我们佛教徒是讲因果的 因果占的第一位 如果讲佛法呢 就是讲因缘呢 就是讲因缘呢 如果要是讲佛学呢 要讲四理了 你讲经说法 要四理要原用 形而上的道理不通 用四项来解释 用四项太凡夫 用这个理性来解释 说讲佛学 要讲四要讲理 要讲佛法 那讲因缘 因缘所生法嘛 我说即是空 一民为假民 一民中道义 如果你要讲佛教 那就要讲因果了 如果要讲理的众生 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 四法平等 唯有高下 说要讲四项的 众生有差别 有男有女 有种种不同 总而言之 我们修学佛法 无论你是修哪一宗 哪一门 哪一横 我想奉劝各位 有两个方法 一个要修生文恨 你不要看不起罗汉 我们第一步要跨出去 要修罗汉恨 修罗汉恨吃苦 观空 观无常 观无我 观涅槃寂静 苦空无常无我 涅槃寂静 用三法印 这个是根本问题了 不要好高无远 就是修生文恨 发菩提心 要发菩萨心 心要发的菩萨 修嘛修生文 菩萨心什么心 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彼此欢喜 没有啊 利害关系 舍掉 慈悲喜舍 我们前面供的四倍观音 就是代表慈悲喜舍 慈就是 给大家的快乐 悲嘛 就是拔大家的痛苦 那么这样子嘛 彼此都是欢喜了 但是啊 不要存在的 这个一种的形象 要舍掉 舍掉自他的这个形象 今天讲到这里 打各位先唱 我来看 我来找他 我来看 你 我来找他 对 我来看 我来看